对 被扎到了吗 怎么了 出去玩了 怎么弄了 鱼 鱼咬你 还挺厉害的 邓展明真的好搞笑 鱼咬你 可能是 可能是 差不多 手咋了 鱼咬 鱼你别你还是用网吗 来来来 关心那边看一下吧 我没事我没事 来来这里还是要处理一下点 处理一下比较好 你你上岸拿漆水冲一冲吧 行吗行 可能是被那个就是鱼骑 还是什么就是刮了一些 啊跟我一起走 在他前面 哎 哦这下哥哥要离开了 啊 啊 没事没事没事 先上去一点吧 好不好 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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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告诉我怎么了 想哥哥了是不是 想找哥哥 哥哥去处理伤口了 他一会过来好不好 嗯好不好好 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抱一下 啊好了好了好了 哎也完全不吃醋哎 找哥哥 好哥哥我帮你看看哥哥在哪啊 嗯 哥哥在 在那附近吧是不是 嗯 是不是 我们就从这个方向看他好不好 嗯 好不好 点势稳定了 嗯毛人涵这时候走之前 跟妹妹解释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哥哥很棒 哥哥还受伤了呢抓鱼 对不对 嗯 谁用我们不哭我们从 从不哭开始做起 我们支持哥哥帮哥哥加油好不好 嗯 好棒啊你 你怎么这么棒呀 还要夸奖他 出不哭就不哭了 嗯 嗯 你真的好棒啊 超坚强的 你知道成为公主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嗯 就是坚强是最重要的品质 你知道吗 嗯 你看这样多会教 嗯 是的 大声点自信点告诉我 啊 还能这样哄你 你太会了大哥 太会了大哥 大哥太会了 对 大哥你是公主 你是公主 哎大哥真的很会哄人哎 对 大哥出书吧大哥 一一 啊 你来组织一下四个妹妹就站在这里 哈哈哈 完了完了 就笑不来了 嗯 他就笑不来了 嗯 你干嘛去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让他们四个人站一排 我们把这个桶抓满了我们就完成了 就让他们四个人站一排 我们把心愿心安抚好 哦 安安过来 安安过来到一一姐这里来 对到一姐这里来 嗯 他回来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回来了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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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哎呀不行不行这个 哥哥抱抱 我我我心里一点的 嗯 现在他马上回来了啊 你跟他说哥哥马上回来了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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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又哭一个 哥哥 哎哎哎我不抱我的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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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下来了 先哎呀 哥哥收到 哥哥哥抱 哥哥抱哥哥抱 轩 din 立马接过来 哎呀真好像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哥哥抱啊 哥哥真的是我的 啊 哎呀 貴xiza 签拎咱们俩呢把鱼补完 然后让哲宁把上面找我四个妹妹 好吧 行 行 时艺真好 一直默默干活 脚底下一踩全身 好多 对啊 有个小伤口 问题不大 没事 没事 软一下 问题不大 加油 没事 谢谢 好 去吧 那我先走了 快走 我回来了 没事吧 刚刚 哥哥回来了 我刚刚听说谁哭来着 你的手脏干净吗 哎 超级脏 你去下面洗一下就抱你 我洗下手抱你 先别过来来 先别拉手 这里抱着那边牵着 现在厉害啊 感谢大伙们 对 你怎么谁动你了 哈哈 我在呢 宝儿 回家 我回家 好 回家 来 我给你抬上去 来 咱一起抬 咱先放上去 让我去接 好吧 来 一二走 哇 好多 哎 不行 没登录 没登录 好 好 好 厉害啊 都是他们抓的 感觉大家现在辛苦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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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们帮忙 把我们的鱼给抓好了 然后一桶拿到集市上去卖 要卖鱼 另外一桶 我们做成我们这边的双鱼 双鱼是我们湘西的美食 很好吃的 湘西 你们可以先回去 一会儿我们把鱼拿回去 我们就马上得到 那边就教你们做双鱼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叔 谢谢 一会儿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一会儿见 拜拜 辛苦了 辛苦了 小朋友 拜拜 辛苦了 因为其实刚才就是我们 大家最关心的也是 王瑞涵在邓泽明说 你放手 之后他真的就是 放了 放了 还好就是一一跟安安 刚刚那个安慰 不然他应该也放不了 其实在他们刚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王瑞涵也是抱着心儿 就是被子裹起来 对 但他还是想看大家玩的 就他其实有想去参与进去 其实我们在看到的 就是他们在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哥哥来 说了 他就会情绪好像逐渐稳定下来 其实他就是因为他跟他不是那么熟 对 他在学习怎么样去跟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对 所以会先安静下来 就是先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对 哇 邀请哥太厉害 把你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 是吧 嗯 其实孩子们在零到三岁之间 这个期间他有一个分离焦虑 就是最亲密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哭闹的过程 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健康的过程 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 孩子是需要获得安全感 那这个东西其实会成为一个 他的内在工作模式 其实我们永远都没有真的离开我们爱的人 就在成年之后 我们依然是以我们爱的人为一个某点在工作 只不过我们学会了 每一次离开的越来越远 每一次离开的时间越来越久 但是我们内心总还是觉得我们是会回去 对 我们依然是被人珍惜的 就是走了 但是其实我没走过 对 这种就是从小带来的一种安全感 就我是觉得王瑞涵这次的放手的 这个时机找得很准确 对对对 就是他是在一个心儿已经跟大家相对熟识了 然后呢 王瑞涵自己又不是一个完全彻底消失的状态 所以对心儿来说心里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嗯 对 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分离的时刻 前两年我儿子去了一个地方 那个夏令营 嗯 第一个晚上我跟他视频 他就拿了一个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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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里把我切走啊 我一定要走 我才离开三个小时而已 啊 他哭得真的好厉害 我也跟着一起哭啊 啊 但是我那一刻也是放手 我一定要放手 我说没事的 明天就很好玩啊 你睡醒了就很好了 这样 第二天晚上 差不多时间 他要 你快点帮我切 我真的不要在这里了 连续三天都这样 智琳哥呢就已经是那种 坐立不安 是不是 我要去把他接走 就立刻跑回饭店 住一台车 然后跟我说 等一下那个小长跟你说什么话 你都不要给反应 他肯定会跟你说 你们一定要放手 结果到了那个小长就说 其实你们太紧张了 真的小朋友了 再过一天就没事的了 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智琳哥就 嗯 嗯 嗯 我们还是找 啊 就把儿子接走了 你有跟他聊过就是为什么吗 我有问他 他就说我不想跟你们分开啊 嗯 我那一刻反而觉得是我做的不好 我们应该是一步一步来 先给他一个心理准备 很重要 不要本事 孟杰 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分离是什么呢 昨天 昨天 我自己有养一只狗 出去工作我都要把他寄养在宠物店 就是把他留在那儿的那个时候 你会很喜欢对对对对对 我今天早上也有一种感觉 你跟什么分离 就是跟跟床 对 哈哈 特别不舍得 就是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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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 雨